嗨,大家好,我是Micky老师 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是 咕噬咕噬 我们可以看到书上有两只鸭子 还有一只长得有点奇怪耶 它是谁呀,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有一颗蛋从树林里滚了下来 经过了花园 最后咚掉进了鸭巢里 鸭妈妈并没有发现不对劲 它继续地孵蛋 直到有一天 第一颗蛋孵出来的是蓝点点的小鸭 叫做蜡笔 第二颗是孵出有条纹的小鸭 叫做斑马 第三颗孵出黄色的小鸭 叫做月光 第四颗孵出了一只全身蓝绿色的小怪鸭 嘴巴还一直叫着 咕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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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的声音 所以啊,它的名字叫做 谷蹋咕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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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长得怎么样 山妈妈都好爱 好爱它们哦 有一天 狐狸冒出了三只 长得很像 咕咕咕咕的动物 它们三只鳄鱼 咧着嘴在笑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 它们有一嘴 大尖牙 有一天 三只鳄鱼说啊 看 这里有一只半鳄鱼 它在选美味可口的鸭子走路呢 我才不是鳄鱼 我是鸭子 你看看你自己 没有羽毛 没有扁扁的嘴和大脚 咪尔 只有蓝绿色的皮肤 尖尖的爪子 瑞丽的牙齿 还有一身坏坏的味道 就和我们一模一样 嘿嘿嘿嘿嘿 第一只坏鳄鱼说 蓝绿色的身体啊 能够让你躲在水里 慢慢接近肥嫩的鸭群 不被发现哦 第二只坏鳄鱼说啊 尖尖的大爪子 可以让你紧紧的抓住肥鸭 不让它逃跑哦 第三只坏鳄鱼说啊 瑞丽的牙齿 可以让你撕破鲜嫩多只的肥鸭 哇 简直美味极了 哈哈哈哈 三只鳄鱼说啊 我们知道你和一群 美味可口的肥鸭 住在一起 明天 把它们带来桥上 玩跳水 我们啊 张开大嘴 在桥下等着哦 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话呀 因为啊 我们都是鳄鱼 我们应该互相帮忙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鸭子 我是一只坏鳄鱼 他做了一个很凶的表情 可是啊 他笑了起来 我不是鳄鱼 也不是鸭子 我我是鳄鱼鸭啦 他们好坏哦 还想吃掉我的家人 我一定要想办法 给他们一个教训 我想到了 太好了 我可以回家了 那天晚上 三只鳄鱼啊 磨着大尖牙 准备明天 好好的大吃一顿 隔天 咕咕咕咕咕 带着鸭子们 到桥上来玩跳水 三只鳄鱼啊 已经在桥下 等着要吃大餐了 可是啊 没有想到 丢下去的是三颗大石头 结果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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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石头 把鳄鱼的牙齿 全部给弄碎了 三只鳄鱼好痛哦 拔腿就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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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不见踪影了 耶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全部的人都觉得 咕咕咕咕咕是大英雄 他们啊 开心的在湖边跳起舞来了 耶 好开心哦 耶 好开心哦 耶 好开心哦 大家都好开心哦 现在啊 咕咕咕咕 继续和鸭子们一起生活 它现在变成了更勇敢 更强壮的鳄鱼鸭咯 好故事说完了 好听的话 请给Micky老师拍拍手 可以的话 请去买这本绘本 咕咕咕咕